经过了两个练习 前面两个section的练习以后 我们在第三节里面 我们在比较有系统的来 来介绍一些 来补足一些我们在这几期前 没有介绍的概念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 什么叫做平面应力问题 什么叫平面应变问题 什么叫着对层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平面应力问题 在第一个练习里面 在第一个练习 那个triangular plate 我们把它假设 这是一个平面应力问题 我们把它认为这是平问题 记得那个问题 如果你把厚度方向 当作是Z方向 注意好 再repeat一次 你把厚度方向当作是Z方向 那个triangular plate的问题 另外两个方向当然是XY方向 在Z方向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Z方向 它没有承受任何的外力 在Z方向 它可以自由的伸缩 我们知道固体这种东西 你在XY方向去做拉或者说压的时候 你在Z方向是会伸或缩的 更精确的 更精确而讲当你在XY方向去做拉伸的时候 你的Z方向是会缩缩的 相反的你在XY方向去做压缩的话 你的Z方向是会膨胀的 这个现象叫做Poson Effect 在财力写里面都会提到的 这个现象 这是在Poson Effect 那么我们在Triangular plate那个地方 我们会发现一个 一个现象 就是它在Z方向是可以自由的伸缩 它没有受到限制 这种问题我们通常 可以把它假设是一个Planes Trace的问题 更精确来讲什么叫做Planes Trace的问题 指的是在Z方向是没有阴力的 所谓Z方向没有阴力是指在Z方向 它没有正阴力 那么根据有关系的这个减阴力 它也是等于0 这个是平面阴力的定义 我再repeat了一次 一个结构 一个结构里面不管你XY方 XYZ是怎么设定的 在某一个点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就说那一个点 符合平面硬力的condition 那如果任何一个点 都符合平面硬力的condition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平面硬力问题 那么我们再回去看 刚刚那个第一节的 Triangular plate的问题的时候 它事实上的确是符合这个条件 每一个点都符合这个条件的 所以你可以假设它是一个平面硬力问题 我再把它刚刚那个再把它整理一下 A problem may assume the plane trace condition 整个问题 如果它的 thickness direction is not restrained 如果它的厚度方向 也就在Z方向 并没有受到限制 而可以自由的伸缩 自由的expand 或者contract的话 我们通常可以把它假设 这是一个平面硬力问题 会产生一些误差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3D 但是呢 误差并不大部分的情况并不远很大 那么更进一步 如果我们把这个条件 带均去我们的辅克定律的话 我们可以把辅克定律简化成这样子 那么在平面硬力的问题里面 辅克定律事实上是用这一组在做计算的 谢谢大家